温氏这次公司很梦别人 好在自权工资只会得到 才没把上阵的修士都搭进去 也不知道这奢侣之争 是不是又是个头啊 是啊 好 金公子 江雁离 你怎么从我房里出来 对不起 我认错地方了 我以为这是阿诚的房间 江城住在北乡 这是南乡 方向不同你如何能认错呀 你说是错认为是魏无县的房间 还说得过去 对 我说错了 我就是来找阿县的 江姑娘 一会儿说是认坐江城的房间 一会儿说是来找魏无县的 你骗谁呢 说吧 你在我房里 到底想做什么 我 我 金公子 我不是故意的 其实 我是来送汤的 现在温氏公氏谋炼 我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在厨房做后勤之余 顺便炖了些汤 送来给你们 江姑娘 你还真是说谎都不打草稿啊 看见我房里放着汤 就马上编出了借口 你以为我不知道 一直以来都是谁给我送的汤吗 你知道 当然 之前我亲眼看见宋小姐送完汤后 从我这儿离开 我问她 她还不愿意承认 不像某些人 不是自己的功劳 还往脸上贴金 我不知道你说的宋小姐是谁 可是汤真的是我送来的 我没有撒谎 好啊 既然你说是你做的 那证据呢 嗯 金公子 我们毕竟已经解除了婚约 我怕旁人知道我给你送汤 会传出什么流言蜚语 所以 所以此事我也未曾与他人提起 你要证据 我确实给不了 好了 你不必再说了 之前听说你跟来了战场 我还想你是来做什么 如今我倒是明白了 所有人都在浴血奋战 你却还在为这些无聊的小儿女 心思勾心斗角 香大小姐 希望你不要以为出身世家 就可以偷窃和践踏旁人的心意 有的人即使出身威劲 品性却比前者高贵得多 请你自重 自重 金思萱 我们也算是一起长大 这么多年来 在你眼里 我就是这样不知廉耻 纠缠不清的人吗 你 喂 哎呀 怎么回事 我怎么听见有人在哭呢 师姐 这怎么回事 师姐 发生什么事了 阿歇 我没事 我们走 金子萱 你敢欺负我师姐 不是 我 阿歇 腰太过分 阿歇 这个狗东西 别打了 阿歇 阿歇 狗东西 狗东西 什么事 什么情况 是魏公子和金公斤 不明也在 快拉住他们 这个狗东西 别打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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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阿歇 金子萱 你一个大男人 也好意思欺负我师姐 阿歇 我没欺负他 他撒谎冒领旁针的功劳 难道我还有负荷吗 我没有 我师姐怎么会撒谎 你敢冤枉他 我哪里冤枉他了 他鬼鬼祟祟来我这儿 我问他来做什么 他支支吾吾不愿说 后来刚才撒了个谎 说来给我送汤 可我之前已经查明 一直给我送汤的人是宋小姐 他冒领宋小姐的 你 把那什么宋小姐给我拖过来 是 废物献献干什么 一人做是一人当 有什么冲我来 是男人 就别欺负一个弱女子 妈的 我师姐不愿是一个弱女子 你个混账怎么去欺负她 你敢说我师姐撒谎 那我把当事人叫过来 看看到底是谁在撒谎 这真是像梦江市的大师江流一样 看这宋小姐 是前段时间被金公子提拔成客卿的 那个宋小姐吗 到底什么事啊 怎么急匆匆的叫我过来 宋小姐 到了 里面请 这 来了是吧 宋小姐 金子萱说她房里的汤是你送了 还说我师姐撒谎冒领你的心意 是吗 是 不是 这是误会 对 误会 误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天 我路过金公子的房间 她突然问我 是不是给她送了汤 我跟她说不是 她也不信 是 这真是误会啊 不是你 那为何你一连几日都恰好在我的房间附近出现 又为何 在我问你的时候含糊其词 一副不好意思承认的模样 是 这大概是巧合吧 金公子 你那天突然追问我 我也实在是 哦 哦 我想起来了 我见过江小姐在厨房炖汤 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 我在这边轮岗看守的时候 江小姐通常下午都会过来一趟 大概就是这个时辰 难道 难道真是误会 误会 金子萱 你不会以为一句误会就能算了吧 你 阿溪 别打了 阿溪 阿溪 就想揣着狗东西 听话 阿溪 江小姐回来了 快让她过来 金子萱我告诉你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死在我的手里 你